凤山分局成功拍所于本13日实施35分许 获报于辖区某头开票所已有民众思维选票之情形 经由该投票所主任管委员向在场次警卫人员怀运 警卫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将该民众带回所来厘清相关事由 经询问卫姓女嫌患其表示其实出生在大陆 但已经嫁来台湾已经20年左右 也领有台湾之身份证有一首次参加投票 与领票完后进入投票区时因不懂得投票之规则 而将选定之对象私下后询问现场监察员 该如何将私下之选票投入票箱内 才发现有被撕回选票之情形 在场次警卫人员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带回所来侦办 寻后依违缓选罢法相关规定移送侦办 另招为女撕毁之选票三章 于搜证完备后由主任管理员回缴 选委会凤山婚局在此呼吁民众投票时 若有相关之疑问应向投开票所管理员询问清楚 避免不慎触罚遭受才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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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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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